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收看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来宾是 长虹诊所养殖监院长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快乐 而且快乐让你显得更健康 更美丽 更有自信 A院长早安 这个最近啊 我就是觉得街上有些那个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大家好像都已经叙事待发要准备过年了 是因为过年前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一个是忙碌 一个参与活动 一个爱美 除旧步行还要打扫家里 我觉得这个除旧步行 把自己打理的那个飘飘亮亮的年年轻轻的干干净净的这个很重要 那么花最少的时间 然后做最有效率的提升自己 那种改变哦 因为你要遇到很多亲友嘛 或者说起码内省自己有没有变老化太多 所以这种爱美的人就很重要了 是那院长请教一下 就是农历年节啊 院长有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会做准备 每一年都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我每一年都是固定的 一定是第一个 我喜欢看山 喜欢看海 所以会站在淡水的地方 看两边的山 那一边叫阳明山 一边叫观音山 那我们就来讲一首诗好不好 那就是说东吴大学的时候 他们有诗词设的时候 当时就给一个诗啊 就所谓外双溪内双溪 双溪汇合一溪水 这有道理啊 来到故宫 那外双溪内双溪交接的时候 变一溪水 那经过故宫 然后呢 因为我不是念东吴大学 但是我东吴大学 我就很喜欢 不管你城区部 或者是故宫部 那个都很好 外双溪部不是故宫部 故宫实在是离东吴太近了 大家都会觉得忍不住联想在一起 然后他是 阳明那个内双溪 外双溪内双溪 双溪汇合一溪水 然后我就自己做一所诗 就是阳明山 观音山 双山汇合一片山 这来对应这个 外双溪内双溪 双溪汇合一溪水 应该是很适合 所以我会喜欢去淡水 看一边是山 阳明山 一边是观音山 然后又看海 从淡水看到淡海 哇那心情就愉快 那我通常指定大年初一 为什么是指定大年初一 因为人少啊 大年初一的早上没有特别的时候就人少啊 但是之前我可能会到寺庙 除夕的那天我就老早就已经到万华龙山寺庙 先去拜拜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来安排 可能过年的年结嘛 现在很多人可能陆续都在booking一些 可能不管是旅馆饭店 或者是一些餐厅等等的行程 事先要预估 续续要预估 那你刚刚 比如说我讲到厨续可能农山寺嘛 大年初一就淡水嘛 大年初我一定要提前到哪里 回娘家 中正基点堂 没有你娘来看就好了 现在的那个交通关系动线 其实现在这个交通有时候 其实不一定是哪一天得做什么事情 重点是大家要聚在一起的氛围 我要趁那个人还不多的时候 中正基点堂大安神明公园 你人不多的时候赶快去啊 植物园啊 我有一天 那个有一次大年初一的1月1号 然后我到那个植物园去 那个 反复吗 植物园当然是要去看历史博物馆 然后记得是大年初一 他好像有开馆 那一天正好有开馆 还是大年初二 那我就运气很好 遇到那个中央银行总裁 彭爱南先生 然后他也在看历史博物馆 那我上下楼梯 我们都是互相见到面 我上去那下来 他下去我上来 就是哇 遇到这个财神爷 天哪 真的是 大家真的会觉得 有点幸运哦 所以你要财神术 你要财神爷就有花财术 你就会去看哦 中央银行的旁边种的是什么树 你会觉得很兴趣 那中央银行这么全世界 我有一种感觉 最好的建筑 最好的建筑 到后来你发现都是跟中央银行 有关系 为什么呢 不是那个政治的那种 所谓的那个什么工啊 什么工 都不是都不是 因为那些都太政治了 中央银行基本要么就慌慌正正 要么就雪白 然后都跟钱币的造型有关系 你慢慢发现哦 你多看那国际上的这个 这个中央银行 各国的中央银行 都是特别漂亮 而且 慌慌正正 散发出财气的建筑物 对 这应该每个人都很喜欢呢 中央银行 你看看全世界中央银行 特别漂亮 是 这个建筑物散发财气很重要 那我们人要怎么散发财气呢 这个当然意思 有包括有EQ的问题 有天生历史 男志气 或者是过年那个遇到这个 生辈啊 或者是小孩子的时候 手上拿着红包带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你也散发财气 或者说有的人是来自于 天生历史男志气 有优良的遗传 那有的人是天生 那个脑筋都特别好 那有的人EQ都特别高 那有的人就亲朋好友特别厉害 借力死力都有可能 是 所以这个过年的安排 大家要怎么规划呢 可以先开始想一下 或者是其实大家可能 早就已经规划好了 对 但在那个外出旅游的时候啊 或者是安排一些休闲活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是 平安出门 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 跟健康的氛围吗 外出旅游当然必然是 很会是一个 很会是一个愉快的事情 一般的所谓的十大快乐的事情 第一大 一般是定调在唱歌 那有的定调在旅游 那有的定调在吃饭 聚会跟亲朋好友聚会 那没有人定调在考试 没有人定调在考试 考试可能只是人生当中必经的一个环节 但不是最愉快的事情 但是你要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当然一定要注意安全 其中有一个冬天 大家比较喜欢泡的是温泉的 这个地方有医生就提醒 就是说 你就是说 苏田诊所的新陈代谢科主任 洪建德就指出 过度的血管扩张会造成血压 突然间下降 所以如果有新血管疾病的人 应该要泡半身的玉 不能全身都泡 否则你的那个血管扩张的太厉害 血压会突然间下降 然后大概十分钟左右就要起身 如果你有泡温泉的话 还有一个是要有双人型 甚至三人型 我觉得要三人型 我就要三人型 所以就是跟好朋友 有叫什么熊揪去泡温泉 熊揪啦 一定要是这样三人型 然后互相彼此照应一下这样吗 而且聊天也很愉快呀 对 然后避免过度的这个泡汤 这个地方有刚刚提到嘛 有医生有注意到 这大家也注意嘛 那第二个应该保持通风 避免吸入那个异常的空气 要通风 然后空腹饭后的时候 皆不宜泡温泉 过度疲倦的时候 不要急着泡温泉 我们可以看人家泡 但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到 那我们可以看别人家玩 那我们欣赏就好 要因人 难怪那个泡温泉的地方 有些附近的附设餐厅之类的 可能也是让大家休息一下这样吗 对啊对啊 所以出外旅游都一样啦 注意交通安全 你要假设那个去到日本很危险 你要假设去到日本很危险 因为这个日本的那个感染的比例很高 然后日本人可能他的干净度 那个水度都还不够 水啊 核汇水 核汇水会流到台湾 流到大陆 所以那个食品当然被注意到 一定有可能的嘛 所以说 这个都一定要是出门 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交通安全都是可以重要的 是 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活动 也要留意那个活动的安全指数要高哦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我们继续请杨之前院长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今年的过年 你要怎么过 或者是怎么样过得安全又健康 是的 那么随着大家如果时间岁月的增长 不管从学生时代或者是就业的机会 我们慢慢都要思考生活上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的主轴营收来自于哪里 第二个你的健康如何 第三个就是说你周边你要连续的人 你要为你现在跟未来要连续的人有哪些 要分辨 有的人随风飘逝 无所谓 有的人可以让你历久弥新 一般人最多也就是所谓的五个五位 再讲一次 第一个女子的营收来源是在哪里 那第二个要注意健康问题 那第三个跟你周遭有关系的人 你就掌握有关系的人 其他随风飘逝 在意不在意都无所谓 随风飘逝 所以像到过年到啦 其实我们都 有些人我们平常可能工作上打交道 或社交上有需要碰面 但其实过年的期间 可能会是一个更特别的时候 我们都会留给最珍惜的人嘛 对 那像比如说这样的聚餐啊 年夜饭我们要怎么吃 或者是怎么样的过 才可以觉得既开心又安心 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吃年夜饭它最重要的是在跟谁吃 那个气氛 因为对我像我来讲 我吃的年夜饭最快乐的时间 都已经满足了 现在跟小孩子一起吃 那个菜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那种气氛 高高兴兴的这样就够了 那如果说你年夜饭 你有时候要去餐厅吃 在家里吃 最主要是气氛好就好了 那至于说 现在餐厅有时候 他们会办的那很多年夜饭 甚至表演那些 其实你只要是在那个位置 你就高兴那个气氛 去接受它 把气氛弄好一点 然后手机这时候就要收起来 真的耶 这个吃饭的时候一直滑手机 这个饭桌上的其他人 手机要收起来的情形有三 我回想到这个大概15年前 我看那个手机开始发达的时候 最远的距离 就在最前面的这个孙子 阿公跟孙子吃饭 这个孙子在滑手机 那时候手机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最远的距离就是阿公跟孙子在 阿公跟孙子距离年龄最少差个50岁吧 那那个孙子在滑手机 就认真的做就认真的做就不滑手机 那自己说要不要听音乐啦 放放放影片啦 那是那个再其次看你的分心程度 但是过马路绝对不滑手机 然后有关键性的人在一起 不要滑手机无聊 如果男生滑女生滑两个人都很无聊 那无聊久了之后就会离开 就会有状况 就会有状况 对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聚会有时候我们会很珍惜 人与人碰面的时间点 那如果在院长像说的一样 人跟人明明在碰面 结果我们专注力却不在彼此身上 真的就非常可惜了 对啊你讲的很好 这个专注力或者说彼此的这种 他们这种 其实关键的结果就几个人而已啊 包括郭台铭先生那么忙 他最多也是五个人而已啊 对不对 张中某先生那么忙 他最多也只有五个人而已啊 大家核心关心的人 其实就是周边这些重点人物 那你当领导人一样啊 你一定有核心关键那几个人 跟你说得了话 讲得了事情 谈得了心 那这样关键的几个人够了 但是其中每个人都要注意健康 每个人都注意健康 那有一次我们的尾牙的固定班底 有一些那个朋友固定班底 一下子怎么了呢 怎么每个人都在生病 没有剧院没有尾牙 怎么都在生病 幸好每个人都存留 都年纪轻轻的 他有什么问题 怎么都要生病呢 所以都一定要注意健康 不过经过疫情的训练 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指数或健康关注度 我相信应该都提升很大 对对对这个是很需要医生跟自己的帮忙 尤其血压高的人 一定要注意血压 要吃药 要看医生 不要听信说吃了血压药 你会扬威 会找蟹 为什么 那不要听那个东西 你会成为习惯 那个是无知 为什么 你找医生讨论就好了 你血压降到什么程度 该怎么量血压 那都是一个标准化 要去注意健康的事情 而且最最基本的保养 是 那我们聊到这个农历年快来啦 其实院长有没有什么规划上 觉得农历年要做的事情呢 农历上对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啦 我是这样啦 我一定是分做三等份 第一份 一定要跟家人聚会 好好的跟家人在一起 就花很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那第二等份是什么 一定要去高兴的去玩 对 像院长刚刚说到去淡水啊 一定要去淡水 去中盾健康 去龙山市 甚至中盾健康对面的那个植物园啦 或者说找一些 甚至你想去 但平时没有去的地方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一定要念书 因为院长是太勤劳还是太用功了 竟然有念书 那个念书要纳入脑筋里面 你要在休闲中间去找到你的灵感 你要把解决什么问题要去解决 甚至要研究 去开花或者念书 然后看很多资料 比如你堆积了很多报纸 很多的杂志啦 这些很多的媒体想看的 比如有一次 我就那个生病 然后生病期间 我就一下子就看了大概200片的那个相关的健康的信息 就拼命练练练 哇看到很多医生看到很多北人的优点 你就把它写起来 然后因为我们教育已经教育过了 所以吸收北人的优点 或看他讲的如何 我们更高兴的接受 是所以其实像过年这一段 就是准备过年这一段期间 有些人现阶段可能还在忙碌 在工作上的收尾 但是有一些人已经开始筹备 要怎么样休息或者是蓄势待发 去开创一个新的机会了 当然这地方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 假设你说现在忙碌 因为今年过年来的比较快 你忙碌之中你还是哪些该做的 还是要做的 有些的亲友该联系的 或要怎么约的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交通 你交通的时候你可能要准备去哪里 那个交通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车子会堵车 你要假设车子会堵车 那你要上洗手间 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 因为你堵在高速公路 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很麻烦堵车 第二个吃饭 因为吃饭现在的饭店的话 就是说可能一下子人手不够 你要吃饭不见得会让人家满足 那吃饭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人手不够了 那服务人员来得慢了 那你就是要平衡 就是反正就是过年你就放轻松 时间可以慢慢的耗 那第三个是一定要注意基本的安全 刚刚讲的交通安全 环境安全 或是食品安全 那吃东西的时候尽量不要讲话 不要塞到我们的气管 是那讲到这个要创造好的氛围啊 不管是跟家人朋友聚会嘛 但其实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 把口罩拿下来之后 看着别人的脸 有时候都会觉得有点疑惑 就是为什么他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或者是为什么他看起来今天不是很开心 可是今天的聚会明明他是主旧啊 哦对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还是要休免补心 他需要补什么心呢 补嘴角上扬啊 补眼尾不要垂啊 眉尾眼尾不要垂啊 我想休免补心还是很值得 让自己年轻美丽 飞无从前的感觉好好 是那为什么会有人看起来 就是嘴角垂垂的 或者是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请教院长啰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长虹真所养殖仙仙院长 主持人恩静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院长我们很快就要过农历年了 我觉得从小到大 其实一想到过年气氛都蛮好的 尤其还可以休假 一般来讲是都是气氛好 但是当老板的 还有责任在身的 各种奔波的 每个人各自有他的这种 家家有本快乐事跟难念的经 所以说因人而异 总之就是说要找到最适合的位置 最适合的情形 对 所以像我们有一些聚会啊 或有一些场合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大家看起来就是在那个聚会场上的气氛 要是融洽或者是自在的嘛 但我们刚刚聊到说有些人 为什么最近拿下口罩看起来都特别的辛苦 或脸色看起来都特别不好呢 话说回来 有一位老板 他的员工满多的 然后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 奇怪那个院长 为什么我总是被员工嫌说我在生气 他们背后默默的都觉得我在生气 然后后来我跟他看一下这个帅哥 看他表情 我叫他念一二三四五 那表情 那个一二三四五通通没有问题 等到不念的时候 那嘴角就捶 那个嘴角一捶的时候 就是哦 原来是木尔文 嘴角捶木尔文跑下来 后来经过了那个跟他 嘴角跟他固定 然后木尔文把他填充 找到关键的点 然后固定以后 向上提升 一次效果就明确的改善了 后来当然他有在做加强版的 就是嘴角让他上扬 然后木尔文把他降低 减少到不见的那种情形 最近又有一位 一位很有等于说 很有影响力的这个网红 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网红 他的权力很大 然后呢 有一天 他来做 他的跟我讲的主族就是说 院长为什么说我不笑的时候 我的员工都觉得我在生气 周边人都觉得我不高兴的样子 明明就是他是网红 他表情很多的时候 哇他就网红 所以他就是人家 院长的意思是说 就是他就是在讲话或谈吐之间 人家都觉得你很适合相处 可是他一不讲话 人家就觉得你好像有距离 是这样的 对面对群众大众的时候 面对众人的时候 他形象就很好 但是他等到默默的跟他的员工这些人周边的这些助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被认为说他在生气 其实他长得有一点点的那个什么 眼睛大 你到底表情是属于正向或副向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有点麻烦 这有学问 这个眼睛大的时候如果你是甲状腺抗筋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在生气 那嘴角就这样是垂 后来我把他嘴角弄了以后 直接他感觉顺眼了 那就是说眼睛大的部分的处理也是一个学问啦 你因为你眼睛大的时候是甲状腺抗筋 要么你就好好的看医生甲状腺想办法把他压制平衡下来 我没有甲状腺有问题啊 那我后来是局部把他侦测出来然后把他开刀掉 没有甲状腺的这个眼睛的浮肿 当然眼睛拿下来就有一点怪怪的 就是说那个适应那个引颈的关系 那眼睛大的人你可能如果感觉比较肿 那这样有两个处理 简单的就是说给他鼻子三根的地方长高 那第二个是把眼尾的地方向上拉提 那这两个可以稀释掉眼睛有很凸的感觉 因为有点近视矫正或近视以后 或矫正线的这个问题 造成说眼睛大有点突兀 那我们就在三根的地方把它调整 或眼尾的地方把它拉伸 所以这个地方垂脚垂 我刚刚讲的这个网红热门的这个网红 他也就是嘴角垂 他面对很多群众的时候都形象很好 但是等他不讲话的时候就嘴角垂 那当然这两个有影响力的人都是这样 何况就是说周边太多人都会面临到嘴角下垂 看起来苦瓜脸生气 尤其亲爱的父母亲 你亲爱的父母亲 你本来是持户 缘户持母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嘴角垂垂 你不讲话的时候 他觉得今天有什么不对的生气 在讲到苦瓜脸 这个我就想到 就是以前在工作的同 就是公司的同事啊 有那种 哦他真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脸都很臭 我们后来才就是熟一点 之后才去问他哎你为什么每天脸那么臭 他说哦我不是脸臭啊 就是误会才解开耶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是涵盖干部或者是有一些老板 如果你长得太垂 太三角眼 嘴角垂 这种负向的情绪就是往下垂的 我觉得是现在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好了 微笑曲线啦 就是说微笑曲线还是要给他上来 当然微笑曲线最多的就是施政龙先生讲的微笑曲线 他自己也是笑笑的 那就是说我们不要嘴角垂 不要嘴角垂 那嘴角垂给他向上提升 嘴角垂给他向上提升 通常我们会讲到有一些包括所谓的顺言 顺言好人缘 那顺言主要有三 第一个是嘴角上扬或嘴角不垂 第二个眼皮上扬或眼皮不垂 顺言 那第三个是皮肤好 这三个的基本构成叫做顺言 那当然有的人顺言 一开口就顺言 像我有一个姑妈 她不开口都笑笑的脸 她住北部的时候南部的人就怀念她 一直跟她打电话 所以好人缘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望之不必延然 望之也问 极之快乐 那真好 有的人就这样啊 现在很多人就这样啊 在台湾因为 可能各种因素富足 或台湾的人 生活上会比较稳定 或很多人的天生就是这样 望之不延然 极之也问 极之快乐 就是说谁在一起 哇就有话讲 啊 她很快乐的样子啊 那院长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聊到那个 有些人啊不讲话的时候 看起来像苦瓜脸 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 过年过节啊 看起来就是 年都还没开始人就看起来很苦涩 真的是 真的会有点倒霉感耶 所以这种其实倒霉感没关系啦 我们只要花个十分钟 你就要心情放轻松 我们来解决十分钟怎么解决问题 你如果嘴角这个垂的地方 你这个地方是因为你没有没有胶原 所以用水凝胶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水凝胶可以用玻尿酸来做填补 来做填补 然后在太阳穴的地方 因为你凹陷 下垂 煤尾垂 N尾垂 鱼越纹出来 我们可以在太阳穴填补玻尿酸 填补胶原蛋白 这样来把它填补 几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里面做什么事情 十分钟是做填补 关键的东西是一个是选对材料 第二个找对角度 第三一定要用到安全概念 就是说你施打这些围整形的时候 一个要有回抽的观念 那回抽的技术有时候会出状况 因为你回抽不稳定 所以要有固定的概念 所以要固定器来定位 确保安全的系统是回抽系统 再加固定器 那固定器的固定的时候 确保你不会移位不会放动 这个回抽才有意义啊 那一面是回抽一面动 那个不行 所以要固定器固定 再加安全系统 十分钟完成十分神圣的任务 也就是十分美丽 是那希望新的一年 我们都十分美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刚刚杨院长有提到 其实过年到啦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气氛 好的契机嘛 那其实我们都希望 看到人的时候 感觉真的是还蛮开心的 顺言 要顺言 顺言就好 有时候我觉得 以前啊就是 大家都会问说 你喜欢怎么样的男生 或你想要怎么样的媳妇 跟那个知道什么 你希望你女儿交往的对象是什么 大家都会讲顺言两个字吗 我中文一解读在脸上什么叫顺言 看了那个表情就顺言 好哦 第一个就是 眉尾 眼角 这能够上仰 就看起来就眉目容易传情 眼神好 那第二个是嘴角 不要垂 也能够上仰 就是上仰 看起来就比较快乐的感觉 那第三个要皮肤好 那这三个点构成就是顺言 那当然是没有开口之下 就已经先持多点了 先持多点 能够看起来就顺言 所以说 这个地方有时候有点看起来就讨喜 因为跟你狗 猫 猫小孩 某时候看到你的 这就很高兴啊 你回到家的时候 他在门口跟你迎接啊 那狗会摇尾巴 那个猫的话会靠近你啊 真的有些人什么都不做 就会有好的人员感受 那就顺言了 那就是顺言了嘛 那小孩子也是这样啊 所以如果说我们小朋友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譬如说你遇到这个长辈的时候 你能够叫咕咕啊 妈妈啊 爸爸啊 婶婶啊 姐姐啊 就等于说把这些名词讲出来的那种热情洋溢的时候 相对会比较顺眼 是 那我们聊到啊 其实那顺眼 刚刚院长说几个部分嘛 可能不管是你的皮肤肤质 就是至少就是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对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脸型上啊 或眼尾上 就是 我看到电视剧里面有时候要演很衰的人啊 他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画的就像八字眉 就是那种 就是中间高下面低的那一种 这其实就是院长说的 其实不太顺眼的感觉吗 那个八字眉其实他 有时候是 还无所谓啦 因为有的个性比较直的那个演员 那如果说反怪 就是说嘴角垂 眼皮垂的话 他比较吃亏 那我刚刚讲 顺眼要补充一个 就是说脸部的这个部分 可能有一些斑 有一些痘 有一点疤 有一点疾 有一点痣 甚至有一些所谓的皮肤敏感啊 血管多啦 脸色不好啦 这个是目前 在过年期间 很多人都会所谓的 做雷射 就所谓的雪白雷射啊 然后这种联合疗法 还有除一些所谓的颗粒 摳不掉的颗粒 是目前是最平常的 那么以前的过年 可能是过年前的 磨皮的特别多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现在基本上都是做雪白加颗粒 特别多 好 所以要给它顺眼 就是嘴角上扬 眼皮上扬 那如果要嘴角上扬 眼皮上扬 我们第一个当然是选定的 就是太阳穴要封天庭 因为你如果说上面比较窄 感觉这个上窄下宽 那如果说天庭能够给它饱满 就提眉提眼睛提眼尾 脸颊能够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挑战地心引力 看起来会有点开光点亮 眉目传情 凤阳花骨 就眉开眼笑 有一点凤阳花骨 眉开眼笑的感觉 所以第一个就是 当然太阳穴要封天庭 那封天庭有两个 一个是在太阳穴地方封 它封的话可以挑战 那这个地方用玻尿酸来封 用玻尿酸来封 因为它会吸水 凹陷下垂 用玻尿酸会吸水 所以可以提眼尾 提眉尾 提脸颊 提法链 到达提嘴角的可能性就很高 现在脸部上 我们甚至一个小小的改变 听起来整个结构可能就不太 大大不同 一个小小改变就大大不同 就是说你可能向下垂的0.2 我们直接把它调上 叫做向上0.2 我举一个大大不同 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眼尾垂的这个部分 我用嘴角 嘴角 嘴角你通常会往外扣 往下垂的情形是0.2公分 那我通常会花十分钟 用固定器 把它固定 然后把嘴角向上 转成向上 那 90度是不可能 转成45度向上 痒的那感觉 嘴角的部分 你又看起来快乐脸 然后做一半 做一半 做一半 那做一半要休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做一半 看到那种两边 一个快乐 一个不快乐 他更会想 不快乐部分 做成快乐 所以那个休息几分钟 来做对比 是很好的 让太阳穴能够封天庭 让嘴角能够上牙 那封天庭 变成说一个是额头的这个作文 拉的会提眉 然后太阳穴的地方 凹陷的地方把它提眉 就提眼尾 提眉尾 那其实有一些人 还会想说 希望自己 新的一年 要有一种圆满的感觉 但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是 有些人是天蹄有点凹 有一些人他蛮瘦的 他的脸颊好像 就是会让人觉得 是不是今年会比较辛苦了 好 那颧骨如果比较突 或者凹陷 法链纹太明显的时候 相对我们脸颊 有时候消瘦 那些消瘦很奇怪哦 你要吃也吃不胖 你要瘦也瘦不来 这种的胶原的本身 都已经被定型了 所以在脸颊的部位 我们可能要做的 就是适量的填补 那填补的话 大家一定注意到 诶 食效性多久 有效 效果如何 还有要 要能够怎么样 不要痛 不要痛 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不要痛的这个技术 当然标准就是 敷麻药 敷麻药 敷麻药有一些人 皮肤薄的人 他就显示出来 就相对比较不会痛 那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如果脸颊太消瘦 我们可以在 以法令纹核心 比如要打法令纹 打脸颊 那我们就 打一个点就好了 你一个点 向上 衍生可以做内功 向外 衍生做脸颊 向上 向内的话 可以做法令纹 所以这个地方是说 用填补 那填补当然 可以填补直接 给他看起来 比较平滑 比较有肉的感觉 不要看起来 好像很憔悴 担保 是 所以其实脸型上 如果圆满的话 其实重点就是 要怎么打造 让自己觉得顺眼 然后又可以吸引好人员的方法 那休息一下咯 欢迎听众陪我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我们请杨之前院长 跟大家分享 要怎么样让自己顺眼好人员 是的 那我们前面有聊到啊 就是有 第一个部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嘴角如果上扬看起来笑笑的 其实看了就开心吗 嘴角上扬笑嘻嘻 那种快乐脸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好 连自己感觉都很好 其实这种心境 我非常了解 因为我话说回来 大概六七年前我印象里面 我坐在一个我的那个 面对那个国外来的团体来的时候 一个咨询的椅子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对八位的 那这个我坐那椅子的时候 看着那镜子觉得自己 嘴角有一点不是那么痒 性痒鼠痒嘴角一定要想办法上扬 所以我就研究 然后找到那个角度 把他那个嘴角上扬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嘴角给他上扬 看起来快乐点 那种没有问题 那这个情形是一个很标准的 让嘴角可以洋洋得意 那种向上的那种感觉 心情好 对但我觉得他说嘴角以外 有些人会讲说 有些人的眼睛 其实会放电 看了人家的眼睛 就是像有一首歌 好像叫爱笑的眼睛 就是看了去 天哪 就是觉得这个人 好想跟他相处 三角眼 眉毛下垂 三角眼 倒霉像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富像的 所以是如果 我多少年来都在安慰鼓励 告诉人家 我记得我有 有 这个事情应该在十年前有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 十年前有了 我当时因为我很忙于做开发 或做一些研究 然后专门在研究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微整形的某些工具 研究一些 一些开发一些概念 然后也就做大陆跟香港的那个市场 然后当时我就会鼓励说 你们一定要在五十岁左右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找个医生 帮你开眼皮 不要下垂 不要三角眼 因为你五十岁左右 你还可以下一个五十年吗 那有人说活不到那么多年 没关系 我们活个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 随便你活 总之眼神不要盖到你的眼皮 不要盖到你的瞳孔 甚至有安全的问题 怎么说有安全的问题 因为你眼皮盖到瞳孔 你开车就危险 或者是你走路比较容易 看不到东西 危险 那有的人说 势力模糊啊 除了白内障以外啊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啊 还有那个 那个闪光的问题啊 但真正说起来 眼皮是最基本的啦 就跟车子一样嘛 车子都坏掉了 车子停顿了 百分之五十的几率是吗 没有嘛 很多车子啊 当然现在电动车子都是没电嘛 电瓶故障嘛 所以就是说 眼皮不要盖盖的 那后来眼皮盖盖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是 我拿自己研究 眼皮我不想盖 所以用什么 眼部四十五度 拉皮 眼部四十五度拉皮 眼部四十五度拉皮意思就是说 你把它这个地方 这个角度往上四十五度 就眼睛的角度嘛 对 你把眼尾眉尾的地方四十五度上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可以改善你的预纹 包括你的双眼皮 然后脸颊会有拉伸的心脏 眼部四十五度拉皮 是何等让你眼睛 点亮 打开你的视野 眼部四十五度拉皮 那我花了几年功夫 三十年的功夫 眼部四十五度拉皮 我花几年功夫 三十年的功夫 我医生当了四十年了 三十年后 十年前才研究开发出眼部四十五度拉皮 但现在更进步 因为你可能眉毛的垂 眉毛压眼睛 眉压眼 所以我就 按照画式拉皮 往上提升 那画式拉皮 是画过眼的方式 我们在家 台湾的修正 就把多出来的皮肤拿掉 找出一个好的角度 减少眉间纹 抬头纹 减少眉毛的下垂 就提眉 提眼皮 甚至不用开眼部 双眼皮 就直接把它拉上来 就有双眼皮 当然严重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被人说 要画式四十五度 加眼部四十五度 画式拉皮 加眼部四十五度 这两个的结合 是来解决最困难的三角眼 然后看起来会怎么样 会很顺眼 所以院长讲到 刚刚前面讲到一个观念很重要 是其实有时候 我们调整眼睛周围 不是只是美感的问题 甚至有安全的问题 就是帮助我们未来的下个三十年 下一个五十年 你的那个眼睛周围都可以 视窗维持的很棒这样吗 是没有错 那这就是说 你说老的时候一定要开刀吗 没有 老的时候如果你眼皮盖到 那当然要开刀啦 因为以前有个七十岁的妇女 打电话给我说 她打电话到电台的时候 就说她妈妈九十四岁 可不可以开眼皮 因为妈妈精神好 就是眼皮盖盖的 我说你可不可以在八十岁的时候就开刀 不要等九十四岁 你九十四岁的医生要开刀 那医生 你拜托医生 医生拜托你不要来 医生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压力嘛 大大的压力 医生可能技术上没障害问题 是麻醉的问题啊 那局部麻醉就好了啊 所以说最高等级的就是把眉尾提升 眉尾提升 减少抬头蚌肩蚌 还有愚悦蚌把它提升 画室拉皮 将来在台湾一定是进步的 在台湾进步 如果你眉尾三角脸太厉害了 倒霉像的 我们外加 外加做M步四十五度拉皮 不过话说回来 有一天 有一个人 我很不喜欢那个人来开刀 但是他的苦苦哀求 他的助理就跟我讲 一定要跟他开刀 因为开出来 因为他这个人 不是很好 这个人我觉得他的 平时的形象不是很好 他就一定要开刀 开出什么 开出眉清目秀 这个对我来讲很大压力 就是说你那个 眼神很邪恶的那个人 然后你那个眼神邪恶 要改变很温和 哇我知道会不会修面补心改得过 是不是补很多这样吗 所以我都很难去检讨他 但确定就是说 修了你的眼神以后 更像自己 也许更好 也许人家误解他 以前看起来凶凶的那样子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 一个眼神的调整 或一个眼睛周围的调整 真可以带来一个人 完全不同的气氛 对 做最适合的自己 是做最适合的自己 也帮自己带来最好的运势 那今天的节目 就要进行到这边 谢谢长虹诊所 养智仙院长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